新鮮的蔬菜 透过香机志工群的巧手 变成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竹北大佛王寺 从十月底开始 每周一日烹煮善念便当 邀功家机构员工一起入宿 让这些公务人员 公务繁忙 可以爱护众生 也是爱护自己 然后也是爱护这个地球 从自己到众生 然后到整个的地球 这个社会风气就会改变 虽然之前没有推诉的经验 但大佛王寺全力响应 上人推动摘戒护生的呼吁 从住持法师到志工都乐于付出 我们众生都是平等的 那就是觉得这个术 推行这个术食 对我们其实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我们自身的身体会健康 真正是叫度众生的一个善举 四周的送餐行动 信言法师都全程参与 公部门的大家也从原本的不爱如素 转而期待 一许四周以来 其实我们同仁都对这个善业便当 有很大很大的期待 尤其是他们知道说 我们的推展这个善业便当 对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碳排放量都很有帮助之后 我们同仁更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希望就是说将来这个活动 希望那个大佛王寺跟慈寂这边 能够尽量就是尽量的办下去 我相信我们从新竹县政府带头 然后影响到我们全台湾 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活动 不断的发扬光大 改变世界从选择你我吃进嘴里的食物 做起不杀生 让身心清静 也让地球降温更早一步落实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宫 吴珍香 王柱铭 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